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汽车环台一个月,鸟有忧心部分湿地沦为蚊子馆。 高雄市野鸟学会总干市林昆海,今年11月11日从鸟松湿地出发,以单人汽车方式海岛为湿地请命。 本周十日回到高雄结束,Buddy Fortetlands为湿地而骑,鸟人珍爱台湾型活动,全程骑程距离1700多公里,走访近60个湿地。 林昆海坐骑Buddy有鸟车称号,鸟又称鸟人骑鸟车图全台。 林昆海今天11日表示,30天来观察西海岸湿地,不论是鱼蚊、盐田或皮糖、鱼鸣生计、鱼叶生产与湿地保育都面临太阳光电政策土地竞争。 各湿地普遍缺乏资源及人力管理,硬体设施因为管资源不足,被荒野蜡草所掩盖或沦为蚊子馆。 图景湿地政策利益良善,投注资源却不足,除了资源不够,大城方苑湿地,金山清水湿地,田辽阳,供粮水梯田,资本湿地未列入国家重要湿地指标性湿地,值得政府检讨。 环台过程受到各地苗友生态团体及政府单位伙伴支援,包括协定生态文化协会、台南鸟会、黑面皮鹿保育学会等数十个团体伙伴。 林昆海每天上网贴文致谢,她表示点滴在心头,谢谢大家。 林昆海将会整环岛经验让民众了解,并认为师弟维护应结合在地居民集。 社团合作不应排除名利资源,下阶段将针对特定师弟和议题建立合作行动平台为师弟保育及经营管理建立可行模式。